5月21日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崔秀夫 就七国集团广岛峰会炒作涉华议题提出严正交涉 你提到日方的辩解中方已经当场予以了驳斥 指出每日挑头把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挑战 在各种场合对中国说三道四干涉内政 极力从事反华恶华行径 应当改协归正的恰恰是他们 关于中日人文交流我想强调的是 中方支持两国开展各领域的友好交流 这是我们的一贯立场 关键在于双方要以诚相待 以性相交 共同营造有利于两国关系改善发展的氛围 日方应当切实反思纠错 同中方相向而行 而不是倒打一耙 中方应当切实反思线 中方应当切实反思线 中方应当切实反思线